前臂肌群 李小龙觉得这能提高出拳的力度 其中有一种家具 可以通过拳头的松握来锻炼前臂肌群 就是现在体育用品店卖的那种 经过严格的训练 李小龙的体力速度和灵活性都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其体能达到了惊人的水平 在1967年一次空手道大赛的罕见录像中 可以看到他表演的二指幅握成 他还完善了一种快速而有力的拳法 寸拳 李小龙的出拳应该是我所见过的最快的出拳了 瞧他那速度 就比如说这寸拳吧 他能迅速发力把人打倒 李小龙真是神速 即便速度放慢了四倍 也还是很难看清他是如何出拳的 他能站在离你一米五远的地方 跳到你跟前 给你一下 然后退回原地 而你却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每次他们都会说 我还没准备好 再来一次 然后李小龙又重复了两遍 他们说天哪我受不了了 我觉得李小龙对速度和时机的把握 是他平时身体力量训练和机能训练的共同结果 他热衷于锻炼快脊纤维 他所完善的寸拳是世界上最快的拳法之一 并被沿用至今 现代拳击显然也是受到了寸拳的影响 这种拳法已经被世界知名的拳网们所认可 最令人惊讶的是 李小龙不但出拳速度极快 而且出拳迅猛有力 他能在极短距离内 聚集全身的所有力量 发出有惊人力道的一拳 这是因为他用